地震能预测吗?怎么很少听到地震预报? 世界上第一次准确预测地震是哪个国家? 量子力学为什么对地震预测有巨大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2025年3月28日,缅甸中部发生了本世纪最严重的大地震 关于这个地震的强度,位于美国马里兰州 离地震发生地的距离约13500公里的美国地质调查局说 这次地震的强度是7.7级 而离地震1000公里以外的泰国官方侧的阵级是8.2级 这无论是哪个数值,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值 这次地震释放的能量约是400个原子弹的爆炸威力 地震的威力巨大,而且地震中央在缅甸的石阶省 震源深度仅仅离地面10公里处 镇阳周边分布着众多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如曼德勒、密铁拉以及缅甸的首都内比都 地震导致大量房屋倒塌、桥梁破坏等等 地面出现了200公里的断裂带 连远在1000公里外的泰国首都曼谷都感到了强烈的震动 一栋再建的30层高楼倒塌 2025年驻地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太空中七星连珠,磁场能量变化 具体请看我之前的视频2025人生重启一年,你一定带有启发 2025年才刚刚过4个月 2025年已经发生了17次6级以上的地震了 这一次缅甸大地震是本世纪以来最猛烈的一次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问题身处在曼德勒市一座青森寺里的人也想知道 曼德勒距阵阳100公里是古代缅甸王朝的首都 今天缅甸的第二大城市估计约30%的建筑物倒塌 而有些区域几乎无一建筑物幸存 其中包括一座正在进行宗教仪式的青森寺 信徒们正在虔诚地赞美争主 请求引导和请求宽恕和保佑 青森寺倒塌至少造成了20人死亡 多人仍埋在瓦砾之中 与此同时同在曼德勒的11层高楼Sky Villa公寓 因地震倒塌 整栋建筑底下四层直接消失在瓦砾中 现场的救援人员在废墟下能听到里面传来求救声 此起彼腑 但无奈资源设备有限 救援进展极为缓慢 缅甸被视为一个佛教国家 佛教是缅甸的主要宗教 约有87.9%的人是信仰佛教 僧侣在缅甸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许多男性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时间出家为僧 被压在倒塌建筑物下的一群缅甸僧侣 也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025年3月28日 位于曼德勒的乌拉泰恩大殿 地震时有270名僧侣正在建筑中进行佛学考试 因强烈地震作用下建筑物倒塌 超过100名虔诚的僧侣被压在瓦砾之中 根据现场救援人员的描述 有些僧侣被倒塌的墙壁压倒 谨慎手脚露出 有些僧侣被掉下来的梁柱压重 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2025年1月 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 调高了未来30年内 南海海啸大地震的发生几率 由原来的7成机会提高到8成机会 日本政府中央防灾会议的工作小组 在2025年3月的最后一天 3月31日发布最新的评估报告 预计如果南海海潮发生大地震 日本的靖岗至宫崎10个县 共有149个市丁村 将面临震度最大的激烈摇晃 神奈川至鹿崖岛24个县 600个市丁村 也会面临震度很大的摇晃 大地震将引发多地海啸 日本当局估计 东京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高达3米的海啸 关东至九州的13个县 会面临10米以上的海啸 近南海海潮的高支县和靖岗县部分地区 海啸高度更有可能超过30米 日本当局预定地震可能造成29.8万日本人死亡 预计靖岗县遇难人数最多可能达到10万1000人 日本当局发布了历史上第一次灾难关联的死亡预测 估计最多有5.2万日本人在避难的过程中 因为身体状况恶化等情况而死亡 另外地震预计会导致235万栋建筑物倒塌或烧毁 南海海潮是指从东海地区延伸到太平洋一侧的四国 与九州东部的海沟 在靖岗县对面海域的郡河湾至宫崎县对面的海域板块交界 通常每100年至150年出现一次规模8到9级的大地震 上一次发生是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 震级为8.1级 造成了约1362人死亡 该地震引发了大规模海啸 最大浪高达6.8米 1946年昭和南海地震发生后 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地震海啸的研究 并逐步建立海啸预警系统 该次地震成为了日本建立现代建筑抗震标准的重要指标 讲到这里不仅要问一句 防灾抗震还是后面的事 那地震能不能准确地预测呢 日本人努力了很多年 建立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地震监测和预警系统 利用遍布全国的地震仪网络 可以在地震发生的前几秒至几十秒发出警报 而且成立的地震调查委员会 发布全国地震洞预测地图 评估未来30年内大地震发生的概率 进行长期的地震预测 但短期准确的地震预测呢 答案是 日本人经过了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目前还没有形成可靠的短期预测方法 那我们看看美国人是不是能够准确地预测地震 美国地震调查局在加州 俄勒冈州 华盛顿州建立了地震预警系统 通过全球地震数据库分析地震模式 试图预测地震 另外斯坦福大学 MIT等机构正在尝试使用AI机器学习 分析全球的地震数据 而Google则与美国地震调查局合作 利用手机中的传感器来尝试检测地震波 并通过手机发送预警信息 那么美国的AI大数据分析 到底能不能准确预测地震呢 答案是 只能和日本一样 只能尽可能地估算未来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对准确预测地震无能为力 另外俄罗斯采用人造卫星监测地球磁场的变化 探索电离层异常是否与地震有关 欧洲的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地震高发国家 重点研究地震断层建模 GPS地壳运动监测 这些国家也是花了大力气 但是还是未能预测地震的发生 那到底有没有国家能够准确地预测 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呢 世界上首次成功预报地震 是1975年的中国辽宁省海城地震 1975年2月1日 中国地震局发布了 海城地区可能发生大地震的警告 两天后也就是2月3日 地方政府开始组织群众夜晚室外露营 以便地震逃生 且加强了地震就业准备 2月4日晚上7点36分 7点3级的大地震真的发生了 由于提前疏散了群众 大量人员幸免云烂 虽然死亡人数约为2000人 但比较在未预警情况下 可能10万人的死亡来说 伤亡大大减少了 但是在第二年 也就是1976年的7月28日 凌晨3点42分 河北省唐山市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 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而且地震的来源 仅离地面约12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威力巨大 唐山市区90%以上的建筑物倒塌 砖石结构房屋全部倒塌 干净混泥土建筑也大部分被摧毁 由于发生在凌晨时分 大多数人正在睡觉 导致逃生困难 官方统计24.2万人死亡 16.4万人重伤 有7200个家庭 全家无一生存 海城大地震被准确预测 是至今世界唯一官方成功预测的案例 而这次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测 是因为在大地震的前几个月 海城及周边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小地震 形成了地震群震现象 许多井水水位大幅波动 甚至变色 冒气泡 大量本应该在冬眠的蛇 在冬天里爬出地面 还有很多深处表现出 防躁不安等异常现象 这次成功预测 是基于地震前的一系列地震 以及地震前异常现象的增强的经验判断 而非科学公式计算 目前科学界仍在研究短期内地震 准确的预测方法 有人说 不是可以观察动物 地震前的异常行为 就可以预成地震了吗 可惜这次动物的异常行为 并不是每次地震前都会出现 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 连动物都不知道地震什么时候发生 为什么地震这么难预测 我们先看看地球的组成 尤其是地球上的地壳 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面 地壳上有山 有河 有湖 有海等等 这个地壳是地球的最外层 陆地的地壳约有三万米到七万米厚 海底的地壳就薄一些 约5000米到1万米厚 地壳下面是地蔓 位于地壳下方 厚度约有290万米厚 地蔓下面就是外壳 约有226万米厚 外壳是由融化的金属溶液组成 温度约为4000到6000摄氏度 外壳的下面 也就是地球的中心 厚度为120万米 是一个温度为5000到7000度高温的金属石星球 那我们看看人类对地球的内部了解多少 答案是很少很少 人类想通过钻孔了解地球 1970年 苏联科学家尽了最大的努力 最终在接近200摄氏度的1260爱米深的地方 高温高压导致钻碳设备出现故障 被迫停止钻孔 这次钻碳被称为克拉超声钻孔 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岩石标本 为人类了解地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这次的钻碳深度1260爱米 成了至今为止 人类探索地球地壳内部最深的记录 这个深度 连地球厚度的千分之二都不到 自此之后 世界各国陆续有一些 钻地的项目来研究地球 例如1987年德国的KTB钻孔深度为9100米 是目前欧洲最深的钻孔 KTB钻孔极大的推进了地球物理学的研究 美国的深地钻孔赚到了9583米 获得了很多关于地球深层的重要数据 澳大利亚的深层钻孔项目 深度达到了3000米等等 尽管如此 人类只接触到了地壳厚度的极小一部分 远未触及地震主要发生的 岩石圈深部断层 导致地震预测极为困难 而且地震通常发生在 几十公里以外的地壳内部 而人类无法直接探测到 正圆区的具体阴力和物理变化 而且地震主要有板块运动 断层滑动 岩石破裂等引发 但这些过程中的触发机制非常复杂 因为它涉及岩石的长期积累硬力 地震断层摩擦 地下流体压力变化 低慢对流的影响等等 总之一句话 地震的原因极为复杂 人类所接触到的地球内部很有限 所以地震难以准确预测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本来科学家对未来能够准确预测地震信心满满 直到量子力学的进一步发展 让科学家们看不到地震准确预测的未来 这是为什么呢? 科学家发现在微观世界中 一些物理量如粒子的位置和运动的惯性大小 是无法同时被精准测量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准确位置 和精确的粒子运动惯性大小 这就是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而科学家进一步发现 这种不确定性不是由于我们的仪器精密度不够 而是自然界的基本特性 也就是说自然界的行为是不确定的 就算掌握了所有的信息 也是不可能准确预测的 具体到地震预测来说 尽管地震的发生是基于物理规律 例如地壳板块的移动和阴力累积等等 但是它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类似量子力学中的粒子 粒子在量子世界中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 这种现象被称为量子叠加 例如一个电子可以同时在多个轨道上 直到我们进行测量时 电子才会塌缩到一个确定的状态 这种叠加时的粒子在测量之前是模糊的 无法确定其具体状态 在科学上只能通过概率和统计模型来推测其可能性 这在量子力学中称为波函数 而在地震的预测中 只能用很长的时间跨度已经发生的概率来表示 例如之前所提到的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 在2025年1月份发表的报告中也只能这样预测 在未来的30年内 也就是将来的10,950天的任何一天中 发生南海海啸大地震的几率为8成 大自然的行为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精准预测的 这是量子力学对大自然真相的惊人揭秘 这令爱因斯坦当年都大为不解 拒绝认同量子力学的发现 爱因斯坦大声说 上帝不玩骰子 God does not play dice 这句话表达了爱因斯坦 对量子力学揭示的不可预测性的不满和愤怒 聊到这有人会问 那为什么这次缅甸大地震 有一个印度神童能准确预测到它的发生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们下一次聊一聊 为什么有大神能预测地震 为什么有大神能预测未来 还有我们的人生能被预测吗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 请留言告诉我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桑桑 衷心希望缅甸的灾民能吉人天下 平安度过难关 制作不易 真诚不减 请订阅我的频道 留言交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